前面一棵树,车头距离树10厘米,安全停车 前面一面墙,车头距离墙面10厘米,安全停车 前面是低矮马路牙子,车头距离马路牙子10厘米,安全停车 老司机在没有任何辅助条件的情况下 坐在车内是如何准确判断车头与前方障碍物的安全距离呢 其实啊,我们只要掌握这四个技巧 新手在来开车的时候,你也能坐在车内准确判断车头与前方障碍物的距离 第一个是高度一办法,车头距离30厘米的地方哈 放上一个障碍物,然后上车观察我们的引擎盖 盖住前方障碍物的高度,我们可以哈往前坐一点 往后坐一点,保持正常坐则,看出其实最准确的 然后记住哈,咱们车辆盖住障碍物的高度 然后下车量出这个安全高度 你看一下,刚才我们车辆盖住的高度是90 那么90啊,也就是我们的车辆安全高度 那么我们开车时,一到前方是一棵树 是不是我们把车辆往前开,对不对哈 那么当我们的引擎盖盖住障碍物底部的时候 我们找出哈,或者是看到我们前方树 高度90的时候哈,也就是这个位置 对不对,那么我们把车辆往前开 当引擎盖盖住咱们这个高度的时候 此时哈,我们的车头接前方的小说,就是310 那么如果前方出现行人,不会判断行人的高度 我们怎么看呢?一般哈,前方出现行人 我们都是盯住我们的引擎盖往前开 盖住哈,咱们前方行人臀部以下的位置 那么此时哈,我们的车都是安全的 这个时候哈,车头和前方行人的距离 正好是310,0 那么第二点哈,就是我们的后视镜碎点法 我们开车在一道迪爱障碍屋的时候 我们把车辆往前开哈 我们的引擎盖是完全盖住咱们的这个障碍屋了 根本就看不到是什么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后视镜 还是比较零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到我们的车和前方障碍屋 距离30厘米的时候 此时哈,我们的后视镜下沿 和我们的这个障碍屋下沿 刚好重合 那么这个方法哈,大家可以试一下 那么第三种技巧哈 就是我们的点位对点法 咱们只要记住这些点位 也能准确的判断车距 比如哈,前面是一辆车 那么我们盯住我们的这个引擎盖 把车辆往前开 当我们的引擎盖哈 盖住前方车辆门把手的时候 此时哈,我们的车头脚 即前方还有30厘米 那如果我们是跟车时 是不是也是盯住咱们车门把手 大概的高度 车灯以下的位置 如果是SUV哈,我们统一往车灯降下10厘米 也就是这个位置哈 我们把车辆往前开 当我们的引擎盖,盖住咱们开的位置的时候 此时哈,我们的车头 即前方也是单10厘米 那么第四个方法哈 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摊照法 一定要学会找摊照窝 咱们前面刚才说的这三点结合起来 然后找到咱们的这个摊照点 让你坐在车内更能准确的判断我们的车头 前方扎入的距离 那么参照点就怎么找呢 比如哈,我们把车辆往前开 前面只有一棵树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看树 好多朋友哈 不会判断咱们的这个高度 或者是找不到这个树的高度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找参照点位 刚才我们看的是这辆车的 是不是车门把手的位置 那么距离30 我们把这个点啊一直拼移过来一直扫 那么扫到这里 大概也就是SUV车轮中段的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么我们把车辆往前开 当我们的引擎盖 盖住咱们的这个车轮中段 或者是这个树的中段 对不对 也就是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提着 此时啊 我们的这个车头和潜放障碍物的距离就是30里 亲爱的朋友哈 只要掌握了这四种方法 就能坐在车内哈 准确判断我们的车辆车均 那么我们实际应用一下这四个点位的实用方法 比如啊 我们把车辆往前开 对不对 一到前方有车的时候 车身距离比较近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往前开 当我们的这个引擎盖 盖住前方车辆的这一个 门把手的时候我们提 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车头和前方的距离 是不是就是还有咱们的这个大实力面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转弯是会刮蹭道的 我们只能把车辆往后退 退到什么位置啊 退到我们的引擎盖 能看到前方车轮一半的位置 以下啊 哪怕是斜着也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啊 我们打轮我们的车头脚 就不会刮蹭道旁边的车辆 那么如果是跟车的时候啊 一到前方停车辆车 也是一样的哈 我们把车辆往前开 盖住咱们刚才看的点位 吃不到保险杠 中断的时候哈 我们提此时是不是只有单时 那么我们把车辆往后退哈 退到能看到前方保险杠 下延以后我们再打人 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这个车头脚就不会刮蹭道前车 无论是轿车还是SUV哈 只要是有高度的有距离的 我们结合刚才我们找到的这个点 对不对 就可以准确判断车距 那么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哈 该住咱们的车牌的 这个时候啊 是不是三十 那么往后退 看到保险杠下延的时候 我们再打人 这样哈 我们的车头脚就不会刮蹭道